桃圆是图信男子三年前结婚 他以妻子小他12岁 一直很疼妻子 包括主犯洗衣 还帮妻子洗女内裤都一手包办 亲生女儿后 也是他换尿布 喂奶 烘水 妻子却不体谅他 一直想搬出去住 还在亲友面前指责他的不是 让他觉得没尊严 抬不起头来 夫妻间已达水火不容的地步 向法院肃请离婚 桃圆地院审理时 妥妻表示因工作忙 长加班 有些家事就请丈夫帮忙 但并未要求丈夫帮起内裤 而是把所有衣物丢进洗衣机 丈夫只要按钮操作即可 喂奶 烘水也只是偶尔帮忙 每到假日 洗衣煮饭和清理等家务 还是由他打理 妥妻还指出 夫妻失和主要是丈夫信玉强 在他怀遇默契还不断求婚 他担心胎儿安全拒绝 丈夫就对他家暴 后来为了自己和胎儿安全而离家 生下女儿后 丈夫仍经常要求亲热 酒后还暴力破门要求婚 他不堪其扰才带女儿搬离 婚姻出现裂痕是因丈夫的暴力对待 错不在他拒绝离婚 反向丈夫讨抚养费 法官根据图妻所提的验伤单 即有人作证认定妻子离家 是因遭到暴力对待 夫妻失和的原因 丈夫错较多 判离婚不准 但图信男子每月要付15000元养女儿 桃圆市图信男子以帮妻洗内裤 没尊严肃离婚 法官查出示他暴力虐欺导致夫妻失和 判不准离婚 是意图 因此image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